研发补助新政发布正式启动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多位台北市新创生态圈重要推动伙伴一起宣布研发补助新政正式启动 首先是创新加速,符合资格者最高补助300万元 曾在矽谷协助新创团队的蒋万安表示 北市府希望成为新创团队的即使与即贵人,与新创团队一起成长 另一项新增奖励补助则是主题式研发 同样从9月起开始增建,预计投入3000万元 评选出15万予以定额200万元的补助 矫谷协助也特别说明以绿色创新作为主题的原因 因为跟我们新创团队上来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施政主轴 就是205年纪念参盘 所以其实不只是对于我们对于新创团队的补助 还有包括我们交通驱逐 还有包括卫生等等文化 其实我们各局处都是跟着这个施政的出走 台北市政府扩大补助范围的做法 也获得新创生态圈推动伙伴的肯定 新创团队呢 他们要更加的加速迈入资本市场 然后让他们的商模能够更加的这个验证 那让商模能够快速的变现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方案 这个对于中亚企业还有新创团队来说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补助 矫谷强调台北市有全台最大创新基地 又有数位内容创新BOT案进行 预计会吸引140多家新创团队 带进超过13亿的投资金额 期盼透过公司协力 鼓励创新培育专业人才 营造完善的新创产业生态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